这个呼吸机实际上属于机械电子类产品 这类产品最怕进水了 实际上我们通常来做 这个呼吸机的主机是比较难进水的 这个位置是比较难进水的 那什么时候会容易进水呢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电源这个位置会进水 最近我们连续碰到三个用户都有这种情况 就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擦上之后电源不稳定 一会儿开机一会儿开关机 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电源适配器 这个灯有没有亮 这个灯如果是灭的 这个电源适配器有可能连接不牢 这个位置 这个八字连接口啊 有可能没连接牢 把它连接牢啊 这是先解决它 如果连接牢了 还没有还是正常亮的 OK它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擦上去之后 机器一会儿开机 一会儿不开机 那有可能是这个地方 有可能进水了 因为碰到三位用户都是这种情况 进水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有可能是湿化器 就这个底部漏水了 你有个办法把它加到这个最大刻度线 然后放到一个干净的平面上 看看平面上有没有水 如果平面上有水 OK它坏掉了 它换一个大概就是三四百块钱 但是如果说你水流到这个里面 这个模块 电源模块坏掉了 换整个板子 厂家报价四千块 我的天哪 这个代价是有点大的 而且厂家 而且厂家认为你进水之后 它不治保 这就比较麻烦 它不治保的话 钱要自己掏 这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地方不要进水 那怎么办呢 它比较低 它设计的问题就是比较低 如果有水很容易匀 那怎么办 我们拿个东西垫起来 我们找本书也好 我们给比划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垫起来 垫高一点 有可能会好一点 还有就是桌面上不要放茶杯水杯 一不小心打翻了 那个水进去了 完蛋了 好 我后期见人乐歌 好 谢谢